你说 究竟怎样才能 彻底地忘记一个人 我曾经做过很多的尝试 最后发现 越是用力 就越是难以忘记 因为真正的遗忘 是不需要努力的 只是在如常的时日里 再也不会想起 即使突然提起 内心也云淡风轻 再无波澜 你知道吗 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 都是有意义的 没有谁是白来的 进进出出 来来往往 这些都在正常不过 相遇的时候满怀期待 分开的时候 为什么就不能潇洒地离开呢 我们都不必怪罪谁 也不必对哪段分别 一直耿耿于怀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动物 所以我们又怎能奢望爱情 会永远保持最初的状态 失恋 分手 这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对方人都走了 我们还迟迟不肯放过自己 然后就此失掉了 重新去爱的勇气 你可以选择整天哭哭啼啼 纠结着那个人为什么会离开你 你也可以一个人默默地处理好伤口 骄傲地 开始新的生活 而这两种选择 会给你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你忘不了别人的时候 就想想看 别人是怎么忘记你的 我们的人生都有去无回 别人一个轻易就能离开你的人 影响了你的快乐 不爱的人就便面为其难 想久来的爱情 迟早是要夭折的 有些人 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从此再无相逢 但你也别太难过 因为其实你在别人的生命里 也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我们都会遇见一个人 让你知道 你所有的经历 其实都值得 但在这之前 请你一定要 继续相信爱情 像 从来没有受过伤那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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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